狗狗作为人类的朋友 很多时候扮演的却是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它们体型虽小 却总能在紧急关头发挥巨大的能量 这不 一个在森林中走失的小男孩 原本已经凶多吉少 但好在一直有一只动牛犬及时出现 帮它赶跑了坏人 男孩卡拉跟随自己的父母 还有哥哥们一起到野外扎营 下午爸爸妈妈忙着准备晚餐的时候 他便和哥哥们一起玩闹 玩了好一会儿 突然觉得有些无趣 孩子们便一拍即合 准备玩捉迷藏 可是捉迷藏这个游戏 确实不适合在野外玩 没一会儿 当哥哥们都集合的时候 却发现卡拉不见了 他们在附近到处搜寻 都没有见到卡拉的影子 这个让他们慌了神 于是赶紧找爸爸妈妈去了 父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被吓了一跳 但是他们很快就镇定下来 让其他孩子站在原地 他们去深一些的地方寻找 同时拨通了求救电话 这边父母在焦急地搜寻 另一边随着天色渐渐变暗 卡拉也有些害怕 她在森林里迷了路 到处也找不到家人 由于年纪还小 她忍不住哭出了声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 救援人员赶到后 也抓紧展开了搜寻 可是小卡拉一直在移动 两边都在移动 就导致很难相遇 此时卡拉的家人已经快要崩溃了 卡拉也早已崩溃 声音都沙哑了 而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一只小动牛犬正悄悄跟在她身后 这只狗想要干嘛 难道它想要伤害卡拉吗 但是卡拉走了很远 这只狗都没有任何举动 而是默默跟随 直到卡拉快要走出森林的时候 恰巧遇到两个陌生男子 看着他们有些不怀好意地靠近卡拉 那只小动牛犬突然冲了出来 对着两个男人一顿猛叫 原本一只小狗可不能吓到两个胆大包天的男人 可是小狗的动静 却吸引了不远处救援人员的注意 搜救队在听到小狗的叫声之后 立马开始吹哨 并且朝着狗叫声的方向跑去 两个男人听到这阵仗 心里也没了底 便赶紧跑了 当救援人员到达的时候 紧紧看到两个男人的背影 而小卡拉已经哭得抽烟 救援人员在安抚了小卡拉的情绪之后 赶紧联系了她的父母 很快 卡拉的家人都赶来了 卡拉迅速扑进妈妈的怀里寻求庇护 在这场惊险的寻人之旅结束之后 大家也注意到了旁边的这只小狗 在和卡拉交流之后 大家才明白 如果不是小狗一直守护着卡拉 卡拉或许不会这么容易被找到 由于这场救命之恩 最后卡拉一家人将小狗带回家收养起来 现在他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最重要的是 每当在路上遇到流浪的小狗时 他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这或许就是物种与物种之间爱的传递吧 其实狗狗救人的事件并不少见 来自美国罗德岛的一家三口 也曾遇到过被狗狗营救的故事 那年 他们到欧洲比利牛斯山区旅游 结果 男孩在山中走失 在出动两只搜救队伍和直升飞机的情况下 孩子依然没有找到 最后 在气温降低的夜晚 一只搜救犬出动 成功救出了孩子 这名男孩只有十岁 当天他和爸爸姐姐徒步登山玩耍 在回去的途中 他要和爸爸姐姐比赛 就独自跑上了一座山坡 几分钟后 爸爸姐姐登上山坡时 发现他不见了 当时是下午十五点三十分左右 妇女俩就开始找他 整整找了两个小时也没找到 他们无奈地打了求救电话 两只专业的警方和宪兵山地搜救队伍 以及一支地方搜救队伍来帮助 一开始先上的两支专业搜救队 他们有直升飞机和各种装备 结果时间一点点过去 依然一无所获 此时夜晚来临 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五度 而且天气预报还称当夜有降雪 失踪男孩将面临生命危险 无奈之下搜救指挥下令地方搜救队投入搜救 与专业搜救队相比 他们简直就是赤手空拳上阵 没有直升机也没有其他高端设备 不过他们是由熟悉当地地形 有搜救经验的人员组成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有自己的秘密武器 搜救犬 这支搜救小分队非常简单 只有一人一犬 搜救员埃尔维萨特和他的搭档 黑色拉布拉多犬虎克 萨特先让虎克闻了闻男孩的外套 虎克随即狂奔到男孩失踪山坡附近的一个山头 鼻子疯 其实这里已经被搜救大部队搜过了 萨特试图将虎克拉走 结果虎克突然向反方向跑去 虎克把萨特带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山奥里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蜷缩着的小男孩 原来他是迷路后在山里打转 后来因为疲倦睡着了 由于被及时找到 男孩身体并无大碍 而大家也惊叹于搜救犬的实力 其实搜救犬是仅次于警犬和军犬的 备受人们尊敬和赞扬的犬的一种工作犬 在各种危险的场合 我们都能看到搜救犬的身影 不顾危险 舍身忘死 救助了很多危险之中的人类 像2008年汶川地震 我国的一只名叫神虎的搜救犬 在北川的废墟乱石中救出了15个人 在14天的救援中 神虎受了十几斤 还因为长时间口渴 得了膀胱结石 心肺功能也有所下降 常常咳嗽 气短 正是一只不折不扣的英雄犬 而搜救犬对狗狗的品种要求很宽泛 很多品种的狗 都有被训练成搜救犬的可能 所以 作为狗狗也不能自暴自弃呀 不过 还是有一些原则上的要求的 比如 体型不特别大 也不特别小 其次 要嗅觉发达 又有好奇心 有工作热情 有耐力 并有很好的适应性 一般来说 只要是出身猎犬家庭的狗狗 都有当搜救犬的潜质 最后 根据救援环境的一些特殊要求 比如说 水上救援犬 需要狗狗是游泳健将 还要有很好的体能 这个时候 体型较大 毛皮防水的拉布拉多 就非常适合 所以 在雪山上的救援中 也经常看到拉布拉多的身影 比如 救出小男孩的虎客 那么为什么拉布拉多如此能干呢 这还得归结于 它们实在太乐于助人了 拉布拉多是被人类广泛应用的 工作犬品种 导芒犬 地球井犬 搜救犬中 都能看到拉布拉多在执行任务 它们性格积极 智商很高 热爱工作 以助人为乐 尤其是搜救犬 工作虽然艰苦 它们却乐此不疲 因为它们享受救人的感觉 有位摄影师 有位摄影师曾拍了一只雪崩救难犬的训练画面 为了拍摄效果 摄影师故意藏在事先挖好的雪洞中 然后做出被埋的假象 通过镜头的记录 人们看到了救难犬是多么乐于助人 当摄影师被成功救出后 它说 它永远也不会忘记 救难犬在发现它时 那仿佛在说 别怕 我来救你了的眼神 狗英雄 无处不在 而能够让它们守护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也能够自愿去爱护它们 这只狗非常可爱 简直可以说是收容所的颜值扛把子了 但奇怪的是 每次有家庭收养它 过不了多久就会把它送回来 这样的经历居然重演了九次 工作人员一直对此感到很诧异 直到他们发现了一件震惊的事 对很多人来说 抛弃一条狗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 决定购买或收养一只动物 那么一般来说 它们都会一直一起生活下去 不幸的是 凡事都有例外 即使对那些爱心满满 非常喜爱动物的人来说 都有可能遇到 被迫放弃自己宠物的情况 就譬如说这只小狗 它已经是第九次被送回收容所了 而它遇到的这九户人家 绝对不可能没有一个爱护动物的人 正因为如此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困惑 它们担心这只可怜的狗狗 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家 直到它们发现了那个秘密 比格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在它被带到收容所之前 它和它的妈妈 还有其他孩子 在一起流落街头 当它们看到救援人员的时候 它们是如此的害怕 似乎在担心这些人类会伤害它们 这是一幅令人悲伤的景象 救援人员无法放任它们不管 于是打算把它们带回收容所 在此之前 比格一家被带到了兽医那里接受治疗 幸运的是 虽然它们一直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 但它们都很健康 狗妈妈把它的孩子照顾得很好 尽管它已经瘦得皮包骨头 但它的小狗吃得很好 唯一受伤的小狗是比格 它的脖子上有一处伤口 但伤口不是很深 而且已经在愈合了 收容所想要给这个小家庭 一个有助于恢复身体的好地方 所以它们找到了一个收养它们的家庭 直到小狗们大到可以被领养 狗妈妈很健康 它被这户人家照顾得很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家 所有的小狗都在院子里玩 和家人一起 狗妈妈得到了很多休息和放松 而且小狗们很快就长大了 可以吃固体食物了 然后它们就可以被领养了 这个好心的家庭舍不得放弃所有的狗狗 因为小狗很容易被安置 所以它们决定留下母亲 并成为它的家人 小狗们被带回了收容所 并被送去领养 收容所会收到大量的申请 对于小狗来说 一般很容易被送出去 获得属于自己的新家 这也是收容所所希望的 遗憾的是 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其他狗狗都被送出去了 但是比格的情况 却和他的兄弟姐妹完全不一样 比格被送出去又送了回来 那家人表示 比格太胆小了 一直躲着他们 他们无法承担照顾小狗的责任 而且比格总是想要出去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觉得很奇怪 比格是收容所最活泼 最可爱的小狗之一 它很顽皮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只受惊的小狗 为什么它的性格会发生 如此巨大的变化 会不会只是压力太大了 因为要和其他兄弟姐妹分开生活 又或者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中 工作人员们很困惑 事实上 对于一只小狗来说 通常很容易适应新环境和新家庭 更奇怪的是 只要比格回到收容所的狗狗区 它又恢复了往日里活泼快乐的样子 它会和收容所的其他狗狗玩耍 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工作人员们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但当时比格还是只非常可爱的小狗 所以没过多久 就有其他申请人收养比格 这一次他们特意选了一个有充足收养经验的家庭 他们甚至让这家人来看了几次比格 等熟悉了才让他们把他带回家 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 但没过多久 比格就再次回到了收容所 这个家庭并没有表明送回比格的原因 但是女主人在告别比格的时候还在哭 很明显 她爱这只小狗 但他们还是决定把他送回来 工作人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没想到这个模式会一直重复 比格一共被送回了收容所九次 这听起来多么让人难过 毕竟比格那么可爱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很容易就爱上了他 但为什么他每次都会被送回来呢 这让工作人员们心情很沉重 一般来说收养人都会选择幼崽 比较容易养熟 而比格正在快速长大 他被领养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为什么看似完美的比格会一直被送回来呢 为了弄清问题的真相 工作人员决定采取行动 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台思是这个收容所的志愿者之一 他想到了一个计划 他要暂时收养比格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如果他们不能解决问题 比格将不得不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一生 在一个小笼子里 只得到工作人员的关注 他是一条值得拥有家庭的狗 台思决定把比格带回家 当他把比格放进车里时 他似乎很兴奋 他很快就和他的孩子们打成一片 甚至和他的老狗 好几天都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 但很快情况发生了突变 那天是台思第一次带着比格出去散步 一开始比格非常乖巧 他走在台思旁边 连狗链都不用拉 直到他们经过一条小巷 突然比格完全吓坏了 他开始疯狂挣扎 拒绝继续前行 台思试图使他安静下来 但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甚至挣脱了台思手里的狗链 跑掉了 台思跑过去找他 但比格很快就在恐慌中消失了 台思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他跑回家取了他的车 拼命地在街上找 并叫来丈夫帮忙 他的丈夫也很喜欢比格 听到消息后马上就赶来了 当台思接到电话时 他们还在搜索 有人找到了比格 通知了他 比格安全了 台思松了一口气 他坐在车里哭了一会儿 然后打电话给他的家人去接狗 当台思试图把比格抱起来时 那个找到狗的人警告他 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 要确保他们的狗拴在狗链上 或者无法走出家门 他们不想听台思的解释 这让他的心情更糟了 但是这些翻涌的心情 都没有比格的事情重要 为了弄清楚原因 台思又走了一遍 之前带比格走过的路 在那里 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他带着比格去了收容所 打电话 问比格以前的主人 关于他们的经历 收集到了细节后 台思决定向工作人员证实 比格发生改变的原因 台思把比格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让其中一人 带一只收容所的猫进来 比格一看到猫就完全吓坏了 这证明了一切 原来比格很怕猫 也许他小时候有过不好的经历 在有猫的家里 他总是很害怕 想要逃跑 在没有猫的家里 他最终会遇到一只猫 比如和台思一起 在散步的时候遇到了猫 之前收养比格的家庭 要么没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 要么他们害怕比格这样的反应 或许比格永远无法克服这个难题 为此台思决定永远收养他 他会和他一起努力克服他的恐惧 给他一个永远的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